很多人啊 學化學 學到什麼呢 第一個 你就要背的是 化學元素周期表 這個周期表好不好背 一點都不好背啊 基本上來說呢 你背完能夠考完試 就已經很偷笑了 忘掉的話呢 叫做理所當然 可是呢 有個六歲的小朋友 他很厲害喔 他已經把這些周期元素表 全部記在腦袋中啦 所以聽你開場白就知道 化學元素周期表 幾個元素你不知道嘛 一百零幾個 對啊 一百零四 要你背 你背不出來 世界各國幾國 一百九十五個 要你背 背不出來 我還可以背一句咧 親離那甲如色法 不錯啊 他 厲害了 真的 屌 為什麼 六歲耶 伊利諾州的神童啊 他叫什麼 哥斯多爾曼 我告訴各位 六歲 我剛剛講的化學元素周期表 一百零三個 滾瓜爛熟 倒背如流 這麼厲害啊 還不止喔 全世界我剛才講的 一百九十五個國家 像我們啊 可能要我們背亞洲 還勉強可以 他可以倒背如流 還有別說是美國有幾個州 他當然也可以背得清清楚楚 你看看剛剛那個化學元素周期表 有沒有 有 他爸爸就把他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兒子多厲害 你看 有沒有 那個很難背 那些很多字 有時候你怎麼唸你都不知道 他就是背得起來 好 你跟各位講啊 你知道他爸發現他的兒子是神童 是什麼時候就發現嗎 什麼時候 十八個月 什麼 十八個月 怎麼可能 十八個月 兩歲不到才一歲半 十八個月我問我爸 我爸還在把我這樣 嗚嗚嗚嗚 大概是錯誤示範 不能這樣小孩子會 眼睛會不舒服 他十八個月他在搖籃裡面在幹嘛 看報紙啦 什麼 怎麼可能 他爸爸去說 兒子你在做什麼 Baby 一看他兒子在看報紙 十八個月 一歲半在看報紙 他爸就跟他老婆說 老婆他在看報紙耶 怎麼辦 他媽說 他好像很喜歡圖片耶 我們丟個地圖給他 就把一個 某個地方的地圖丟給他 他竟然就把那個地圖給背起來了 這麼厲害喔 好 我再跟各位說 現在他 後來他四歲的時候 現在他是六歲嘛 後來他四歲的時候 他可以怎樣 他可以突然有一天跟他爸 講了幾個英文單字 他爸真的好奇 這什麼英文單字 你怎麼會知道 原來他看到 他爸朋友衣服上面有英文單字 他就背起來了 比方說你穿個NBA的 比方說Houston Rocket 休斯頓火箭 他就背起來了 好 既然他這麼厲害 當然要抓去測一下智商 你知道嗎 不測還好 一測 147 哇 觀眾朋友 一般來講 120到140 就已經是非常高智商 我們常講的就是天才 你已經算天才了 140以上 那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他147耶 你曉不曉得 國際上有個俱樂部叫做門薩 他是專門都是高智商成員的 很多人都覺得 他 對跟他來比都自探佛羅 好啦立剛 你可能會想要知道 那現在六歲神童 他現在在學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他不但學樂器 學什麼之外 他現在在學 日語 日本語 美國人 學日語了 英語都已經這麼會了 這麼厲害 他學日語 還有 黑洞 他要學黑洞 他為什麼要學黑洞 還有他要寫天體 物理學 天啊 還有他要加入 戴維森天才計畫 但是 有一好 有時候也會有缺點 這節奏到大學生 很多還不會耶 對你講對了 他的缺點就是 他沒有辦法念幼稚園 跟同齡兒童 好好的 一起念書 因為他太聰明了 人家還在學ABC 他已經要學日語了 這就是天才兒童 他的一個遭遇啊 看看這天才兒童真是厲害啊 六歲的時候現在呢 已經開始要學到日語了 但是呢 這樣子的天才兒童 其實在這世界上 仍然有在存在當中喔 可是呢 重點在父母親 怎麼去發掘這樣的小孩 其中呢 還有一個小女孩 她會 讀心術耶 是 剛剛 鍾伯講的那個例子 那是非常聰明的小孩子 可是這個 小女孩 她恐怕就不單純是聰明了 甚至有點像超能力 這小女孩今年只有九歲 那她住在印度薩加這個地方 可是呢 她從小就有一些障礙 所以就很難跟其他人溝通 那她 最常溝通的就是她自己的媽媽 甚至連她父親 她都不太跟她溝通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本來再來講 這個小孩子有點特異 當然媽媽會特別照顧她 可是問題是 她媽媽越來越覺得奇怪 因為這個小女孩慢慢顯露出 很奇怪的能力出來 比如說她有的時候 因為她平常都不太跟人講話 有的時候她突然跑過去 找到媽媽說 媽媽你今天晚上要煮這個菜 要煮那個菜 要煮那個菜 對不對 嗯 媽媽講了沒 媽媽沒有跟她說過啊 媽媽沒講 小女孩知道說媽媽要煮菜 而且她連菜都還沒去買喔 她只是心裡有打算說 我今天晚上打算要來煮什麼東西 你的意思是說 媽媽心裡在想什麼 結果小女孩已經知道了 是 然後她一開始本來想說 這巧合 可能她想吃這些菜 那母女連心嘛 那因為我們大家都想吃這些菜 那所以她會這樣講 OK 那沒有關係 那不是什麼問題 巧合而已 結果也是她們開車 開到一半 她 她們都沒跟這個小女孩說 她們要去哪裡 結果她小女孩突然就說 媽媽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去什麼地方 她想 欸 我們沒跟你說啊 你怎麼會知道呢 然後這種事情一而再 再而三的發生 大家就覺得怪啦 這個應該不會是巧合了吧 難道她真的 巧合怎麼會有這麼多次 難道她真的能夠知道 我們心裡頭在想什麼嗎 所以她媽媽就這樣子 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 給她一個電腦鍵盤 然後就是 她媽媽心裡頭想 然後想的時候 她媽媽心裡頭就把她寫在紙上 然後先不要看 然後叫她也寫出來 叫她打出來 看她打出來 到底跟她心裡頭是不是相同 就她媽媽心裡頭想的是 一個空白鍵 空白鍵英文叫Space 結果她本來想說 直接要她去按那個空白鍵 結果那小女孩當然就打了Space 出來 這麼厲害 對 那她想 這巧合吧 然後後來她又心裡想 逗號 逗號英文 沒有跟她暗示或任何東西 就這樣 只要她媽媽心裡頭想什麼 她馬上就會知道 完全沒有任何自己接觸 完全沒有任何接觸 沒有任何媒介 這個就怪了吧 對不對 那更奇怪的就是 如果是換她爸爸來做這件事的時候 就完全無效 她完全沒有辦法猜出她爸爸心裡頭在想什麼 所以她可以猜得清楚她媽媽心裡想什麼 但卻沒辦法猜透她爸爸 所以這個事件在上個月被海灣時報 也就是阿拉伯聯合大方國會海灣時報公佈之後 馬上造成轟動 為什麼 因為好多人都一直在研究這個東西叫學者症候群 學者症候群就是在有一些某一方面有特殊障礙的人 在健康上有一些智力上有一些障礙的人 她可能會在某一些地方上表現出超乎一般人的不尋常的能力 那現在這個小女孩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尤其有全世界最頂尖的學者專家來研究他們這個例子之後 覺得說她最可貴的就是他們之間完全沒有任何接觸 居然就可以產生這樣的類似像讀心術這樣的方式 覺得非常值得深入去研究 她覺得只要能夠進一步去跟這個小女孩合作的話 娜達娜這個小女孩合作的話 可能可以慢慢解開學者症候群的真正的謎題 看看神秘的學者症候群 娜達娜這個小女孩她可以讀心 她可以了解她媽媽在想什麼 她媽媽想要做什麼 但娜達娜的這個案例其實也凸顯出什麼 學者症候群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有許多的表現都是異於常人的 可是這種表現如果你能夠把她盡情的發揮的話 她在以後的未來的事業上來說也會有一番成就 不過學者症候群有拍成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就叫做羽人 主角是湯姆庫魯斯跟達斯丁霍普曼 達斯丁霍普曼就是演湯姆庫魯斯哥哥 也就是羽人 這位羽人叫做Raymond 你可以注意看Raymond他就是一個有障礙的患者 可是劇中有演到 現在你看到牙籤掉到地上 我問你 你光看立剛 你光看這個 你看不到數字嗎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數到嗎 我當然一堆牙籤而已 可是劇中的羽人 他馬上就可以告訴你 你剛剛摔到地上那個牙籤盒裡面的牙籤有幾根 而且一根都不差 而且劇中還演到有一次達斯丁霍普曼就是Raymond跟他的弟弟Charlie 去這個賭城Las Vegas 去賭錢的時候賭21點 結果當他的弟弟也就是Charlie 在研究我到底要不要下注 他沒辦法去算牌的時候 剛好哥哥就在旁邊提點他 我告訴你還有很多人頭還沒有出來 所以你應該要下 結果中了沒中了 還幫他弟弟贏了很多錢 所以說這些有超強記憶力的學習障礙者 也就是學者症候群的這些 有這樣的一個障礙的人 通稱他們都是基本上有某些部分的天才 而且記憶力超人 當然《羽人》這部電影 其實他們有一個監製也就是最高的顧問 叫特雷佛特博士 像剛剛寒冰哥講到的那個小女孩就是納達娜 也引起了這位特雷佛特博士的一個興趣 換句話說 當然納達娜是不是具有超能力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部分他有講 他說一定要有更嚴謹的一個研究 然後能夠在分析說他到底是不是能夠母女連心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世界上還有很多學者症候群的名人 例如他 他叫做威爾夏 他是Steven Wiesher 他怎麼樣呢 他可以算是人體Google Earth 這麼厲害 為什麼是人體Google Earth 怎麼說呢 因為他從三歲開始 因為他其實都不太講話 到九歲的時候突然發現 家人發現他有超強的記憶能力 而且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他到過那個地方看了 一眼馬上就可以畫出來這個地方的地形地貌 任何的細節都沒有放過 非常的厲害 而且有超強的記憶力 仔細看這個 這個就是威爾夏他當時剛第一次去羅馬的時候出現的這個影片 他只去過羅馬一次 而且當時他是坐著直升機到羅馬上空晃了一圈 短短的45分鐘他就可以把羅馬全部畫出來 你的意思是說他只坐直升機在羅馬上空繞了一圈 羅馬裡面城鎮他完全沒進去逛過 然後你剛剛看到沒 這個影片刻意用快動作去放 SWASH那個他的整個的一個這個重點 就這樣把它畫出來 他足足花了三天的時間把這個圖畫出來 任何所有羅馬他在空中從直升機上看到的這個羅馬的地圖 鉅細迷移 一個地方都不露 就這樣把它畫出來 比照相有過之而如不及 所以我說他為什麼是人體Google Earth 因為你看光這個畫布上羅馬好幾千棟房屋 錯綜複達的街道 甚至連任何一個建築物 它有幾樓有幾個窗子 它通通都畫得非常的清楚 這麼厲害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人體Google Earth 連隧道圖都畫出來了 真的非常厲害 而且最重要的還有一個方法 橋樑也出來了 你看這是萬神殿 萬神殿的10柱 有幾根它都畫得清清楚楚 你說這樣的一個 我說它是人體Google Earth 說它是活人相機 真的一點都沒錯 所以說像這樣子 學者症候群的患者 他們擁有超強的記憶力 對任何事物的記憶都非常非常的強 當然你說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之後 也一定會為你開一扇窗 英國的尼斯湖水怪 它沒出現在尼斯湖 卻出現在了附近 廣告回來告訴你